演员们还是东北演员 那个曲名是赵本山 然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跟电视上不一样 就感觉特帅那种 本人特帅 对 三十载名利的背后 赵本山许下怎样平凡的心愿 我这多少年没上场 赵老师都不知道超市是啥样 对 他有一次问我们 超市什么样呢 超市好吗 然后我们突然去 哎呦太可怜了 超市什么样都不知道 深门父亲却难尽为负的职责 赵本山体会怎样的幸福与无奈 他是个学校一怎么捐款 他都是第一的 他就要捐款一万 回来我就 我说 我说你挣钱了吗 你捐谁钱 一万一万捐 陆友约朋友们为您解析 双面本身的本色人生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我七十一 我七十五 我鼠鸡 我鼠虎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 我老外 从1990年到2008年 在这段长达18年的时间跨度当中 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 用他的18部小品 连连为观众送出欢笑 这也让他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小品王 也等着用不着 赶紧念吧 这个 啊 我说 啊 这个 念呐 我认字 本山没出名是我们这一块 对 真的呀 对 我们最新的等着来 那个时候赵老师是不是就是很有领导复杂了 他不是领导复杂了 是表演才能 对 别人演杂理本子 他拿到手就能演火 几十年民间生活和表演的经典 让赵本山拥有流特的艺术直觉 无论是戏部还是戏外 他都一直保持着最为本次的一面 打了 打了 干杯 打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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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都已经介绍过了 跟片中的形象变化都很大 你平常头发不那样 平时啊 平时那么神经亮 其实那样挺好看的 我觉得历史来 其实这头发是那天 我们有个制片主任 给我打电话通知说 赵老师找你 我说今天没我事 我就是刚洗完澡 我没有正睡觉 自然醒 然后就赶紧起来 起着洗脸 我这人因为头发短 我有个习惯 就是每天早上洗脸就洗头了 当时就摟过来之后 也没了什么 就整个就炸着这头发 下去了 我说哥你找我呀 哎 行了 就流大脑 就投行就他了 这么就定了 然后后来 有一次晚上我们聊天 他说你这个 头发是形象有了 然后点脚给你装块铁 你眼皮能不能搭下来 对我是个考验 因为我说像是出身 没有他们二专演员那种 记忆 记忆那个超群 那个才华横溢 自己就控制了 慢慢回去对自己 对静的脸 一点点来 一点点来 后来就是跟你 我就这样跟你聊 一个小时都行 我以为是拿东西粘的呢 不是不是很多人问 说粘不是粘的 就是控制 对我仔细看 我都是粘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看出来 是 那现在多高明的化妆师 哪能粘成那样 你怎么一直这么练呢 就这样 就控制住了 我想说这个戏里面 男演员样子都有点怪 女演员都很漂亮 我觉得他的变化最大 一页线 谢大家变化最大 大家好 他那部戏当时是增了多少斤 二十多斤 对 有二十斤了 因为我是 我不是二人传演员 我为了跟他们更加靠拢 所以我就迅速把自己要 按照那个人物出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迅速要去 每天在村头晒黑 晒得我这胳膊当时就是 就是都起了一层壳 上面全是水泡 一碰就流水 晒成皮炎 你怎么想让他演 他本人太漂亮太洋气了 跟那角色差太远了 一是有亲属关系 小姨子是吧 小姨子 是我媳妇的妹妹 第二是他本身的自身条件 因为在这一部戏之前 马大帅他上两部 里面那小哑巴是他演的 就那一段戏 当时我看挺好 他不管怎么 他是中系毕业的 他是个专业演员 在我们这个队伍里 是专业学过的 我说只要你把这个专业的那些东西破坏掉 回到生活当中来 你重新开始 学院的学院的东西都忘掉 你学院东西都不要 先跨人家专业的 然后说你就给忘掉 我说对啊 我说就怕专业演员 一专业就完了 你也不是专业主持人吗 那两位大家可能是变化不是特别大的 屏幕上屏幕下大家能够看出来 王亚冰小萌 但是有一点 王亚冰可能这里面唯一不是东北人 就是你吧 对 天津人 然后在北京很多很多年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九岁就到北京舞蹈学院来上学 当时读的是附中 一待十年吧 2003年毕业 然后就继续留校工作 一直到现在 所以吉祥你在那个戏里面说话东北味不是特浓的那个女孩 对 但你要求学 要你学一点东北话吗 在那戏里 当时一开始拍一的时候 我觉得反正当时我认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台词嘛 因为不是东北人 然后又得跟大家说的都得是起码是听上去差不多 否则的话听起来会比较跳戏 然后就私下里面 然后也是像那个仙仙姐姐啊 然后像刘云啊什么的请教什么的 然后有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就提前 因为我们两个是住一个房间 然后就提前会读一读第二天要拍的台词 就说这句话要是拿东北话 就是特别递到那种说出来 怎么说呀什么都是这样 一句一句刻出来吧 小萌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女孩 而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记忆很深 因为她写东西也写得很好 写写博客 特别有正事 没事天天练功 一没事了把腿打到二楼那阳台就开始 人站哪 你感觉在一楼 对呀 先看着脚搁这 她每次都是这样 哎呀我就觉得 你看她拍戏她也不行 到农村老乡家 没她戏她还是跟她压腿 她一直在创作 他们现在几个人都是 他们都是专业的 月先是中系毕业的 你现在在北京电影学院上研究生 对研究生 然后蒋一山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对吧 她是我们团的 你怎么挑上她的呢 她是她爸送到我们团的 我当时是 我记得我考的时候是三个女孩考试吧 然后我就爱听你说话 像刘英似的 然后考试的时候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 不学舞蹈很多年了 然后我其实心里没底儿 不学舞蹈很多年了 对呀 然后后来 我最后三个女孩就我考上了 那你拍戏就怎么看上她的呢 怎么想让她演刘英似 就她平时说话就那个节奏 雅精直直的 她也是 她也是心里非常有数 什么事都装傻疼疼那会儿了 是啊 哎呀 她永远是 老老心发现那种 是吧 她老是这种的 这种状态特别好 因为她 刘英这个人物跟 跟玉田之间的 同情她的多 喜欢她的也得多 我最烦叫玉田了 是都烦她 哦 这真是 她现在她自己都烦自己 对我这角色太讨厌了 真的 因为塑造这么一个角色 能衬托出很多可爱的人物 从 esca乎上 对我车弹到 是 听人们的 里面 启 我